宁丰子又称龙桥真人 上古仙人 智陶祖室 以身殉职第一人 好了 正门开始 宁丰子是皇帝识人 是皇帝识世代相习 掌智陶之士的官 有人来拜访他 替他烧桃药的火 能够冒出带五种色彩的烟 后来那人把这个方法 交给了丰子 丰子把柴火聚集在一起来烧自己 身体能随烟生降 人们观看烧生的灰烬 还可见到疯子的骸骨 当时人们便一起 把疯子的骸骨葬在宁北山中 因此后人称他为宁丰子